好痛喔 我昨天在夜市 然後就是買飲料 然後有人突然間插隊 然後我就說 先生 我先來的好嗎 然後 然後他就用台語嗆我 然後我就英文嗆回他 然後因為我們都計同亞獎 最後我們決定要用國際語言 就是一個大都知道的收拾 然後就變這樣 這故事教訓大家 沒事不要再夜市亂嗆了 好 哈囉大家好 我是陳詩安 我們今天在哪裡呢 我們今天要做的事情 就是完成我的新專輯 壞掉的我們的專輯封面拍攝的場景 可以說是真的太多太多 因為我們這次希望可以在很多生活 大家很習慣的一些場景裡面 找出一些我們覺得壞掉的成分 來做出一些矛盾或是一些呈現 然後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在理髮院的時候 因為我是第一次真正 我是第一次來到台灣的 真的傳統的那種理髮院 然後就覺得很新奇 因為看到很多像燙卷的啊 夾子啊什麼的 都是我從來沒有看過的 因為想要呈現一個矛盾衝突的感覺 所以在肢體的部分 有很多扭曲啦 然後很多很多很難的高難度動作 什麼把腳折過來吧 把下半身往上掰什麼的 然後反正很刺激 然後我們是在路邊攤前面的馬路上 所以其實有時候會有車啊 機車經過 然後感覺很驚險 然後我在嘗試了這些高難度動作之後呢 大家都說我可以去拍大法師電影 哈囉大家好我是陳世安 2018年我的最新專輯 《壞掉的我們》 將會在8月31號正式發行 一定要趕快聽我新歌喔